第二次国股推介是平保2318 经济日报投资业话早选选原因 是中央接连推出利好房地产市场的政策 一方面可以刺激楼市销程 另一方面可以缓解房企债务问题 内地保险企业间接得益 当中可以留意中国平安 截至6月底 平保的保险资金投资组合之中 不动产投资余额2094亿人民币 在总投资资产之中占比4.5% 这类投资以物权投资为主 5在不动产投资中占比75.6% 民营房企碧桂圆近期爆出债务问题 平保持有大约4.99%的股权 碧桂圆昨日股价反弹超过两成 平保账面上获益 若内地楼市和房企债务问题回稳 5由来内险投资回报和股价上升 平保昨日升了1.2% 报$49.05 可以少住在$47.00左右收集 先上网$53.00附近 五跌穿前浪底$43.30就减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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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